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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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早 大家早 今天呢 我首先向大家报告的就是说 这次蔡英文 这个竞选总统呢 事实上 没有失败 没有失败 那么从这个 上一届 输了200多万票 到这一次能够 这个冲到这样一个局面 事实上是他没有输 甚至我们可以说 他是蛮有进展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选举受到 六大恶势力的一个围剿 六大势力 恶势力的围剿 又是中国势力的介入 那么国共连锁夹杀 夹起这个蔡英文 那么中国策动美国势力 像这个包道口 那么来影响台湾的选举 那么同时 中国也策动 台财团出来这个讲话 所以这个中国势力介入 加美国势力跟台团的影响 他们都来出来放话 恐怖台湾人民 那么另外呢 当然是金马体制啊 这种这个是 操作负面的这个选举 这是一个影响的意思 国民党用不易党产呢 来买广告 那广告充斥这个铺天盖地 这个大争不探紧 最后一点 我用国家机器啊 那么来这个抹黑 这个是动员 这个无视于行政中立 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种种啊 六大这个恶势力 围剿这个蔡英文 蔡英文啊 她不是只有在 跟马英九竞选 而是在 跟她背后一只黑手 在竞选 那一只黑手 就是中国共产党 所以啊 蔡英文能够选到 这样的一个 一个局面 事实上呢 我们是要给她肯定的 所以她有这样的一个成绩啊 连这个外国的媒体 都不得不说啦 这个是 蔡英文啊 打得漂亮 蔡英文啊 就是选的漂亮 所以今天 啊 我要特别强调 也就是说 选输了吧 当然一看啦 啊 当然是这个 非常 不准啦 选输了吧 那选输啦 这个 我觉得 啊 我们台湾人民啊 啊 大家应该啦 要再这个 坚定的 这个来走下去 我觉得台湾 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国家 只要有民主选举存在 台湾 人民的意志啊 就会不断的展现 所以台湾 一定是属于台湾人民的 所以 这一点呢 我们不要灰心 我们不要弃蕊 我们不要弃蕊 我们应该坚持下去 那么一定 啊 我想是行百里 就是半九十 我们已经走到九十步了 我们剩下一个十步 啊 看起来 这十步呢 也许比较艰难一点 但是呢 只要我们立定脚跟踏实啊 前进 一定会一步一步的 这个达到 我们的这个目标 那么 今天我要特别再强调一句话 也就是说 这个 啊 这个 佛祖和伯祖的事情 这佛祖和伯祖 是可以兼顾的 那么 台年的这个中国经济政策 是建立在一个 有台湾主体性的这个经济政策 台湾主体性的这个经济政策 回到以前总统那个时代 是台湾的经济跟全球连结 啊 这个 藏富于民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政策 所以 唯有台湾 台湾人民呢 现在 身材的 帮富北斗 作家有喔 主人的 就有尊严啦 可以来 volatility 帮富负 Bill of 所以這個是 比如說過百度 可以過百度 過百度也可以過百度 所以你如果過百度 很可能你就變成了 你如果過百度 可能像冰拉燈一樣 就非常極端 所以這也是separate 只有這個依著我 只有這個就沒有那個 這兩個是可以 這個是兼容併包 那麼是可以堅重併固的 所以這兩個不能分開來的 缺一不可 這是台臉的一個看法 那麼今天我要特別用這個機會 給我們的這個新科的立委 他們將要到立法院 這個去奮鬥去 為台灣打拼接 我們這是一個捍衛台灣主權的團隊 捍衛台灣主權的一個團隊 那麼我介紹一下我們許忠信教授 現在可以請許忠信委員 雖然還沒有宣誓就是當選 那麼他是這個建橋大學 英國建橋大學畢業者 世界第一個大學 第一名的大學建橋大學畢業者 專攻這個國際貿易法律這個部分 所以他會維護台灣的經濟主權 經貿主權來奮鬥 想反對X法到底 希望能夠終止X法 這個不要到立法院來奮鬥 這個黃文林黃律師 是塑成這個律師事務所的主持人 這個是在這個律師界 迫伏眾望 那麼雖然年輕但是非常有經驗 那是會在維護我們的司法管轄 司法管轄權和我們的司法這個主權 這個部分啊 那麼當然還有其他 不過以這個為主 這個他會來這個奮鬥 那麼還有一位是林世佳 這個林偉他早上有一點事情 時間overlap他在趕 不曉得等一下會趕到 可能會趕到 那麼我向各位這樣做這個報告 那麼在這裡啊 這個春節快到了 這次主委相對先拜個早年 祝大家新的一年 萬事如意 健康快樂 暫時做這樣的報告 不想各位也沒什麼指教 沒有什麼 我可以吃了 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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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